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高 那今天洪海的股价再创新高 这波动的新高非常的厉害 它是还原全息之后 再创的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这个时间点 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我节目的粉丝 你肯定都有赚到钱 那如果你有赚到钱 看我的节目 投资朋友你就应该怎样 勇于分享啊 勇于按赞啊 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 投资朋友 看我的节目 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讲 一定对你的投资交易 都会有一个帮助 好不好 那如果你认同我的 非常的欢迎你 怎样 订阅 加 分享 按赞 全部都要做好不好 这三个动作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大盘 这大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开高一个走低 下来收在这地方 到底是美好还是不美好 投资朋友 你认为今天行情怎么样 红海今天盘中创新高 创新高 收盘收得好像怪怪的 其他的股票也是一样 冲高之后也是有回落的 今天大盘是这样 开高之后又往下回了 觉得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 赶快给你答案 赶快给你思考一下 五秒 好跟不好就好了 自己想出来 不要骗人 认为不好 你自己要承认 认为好 那你也要这个待会你就看我怎么讲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这张图是这次我这一个轮转账法技术分析里面的这个数值 我说过的这多方动能跟空方动能的数值 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用这一张图 我们可以怎样 可以得知 空头在怎样 这个礼拜还是有表态的机会 而我昨天就直接告诉大家 表态的时间点是在今天跟明天 今天跟明天 而这两个时间点 这两个时间点 空头到底能够怎样的表态 非常的重要 他如果表态的不好 掉期 有没有 落场 那接下来这空头 投资朋友就可能就要 这个比较小心一点 做空的投资朋友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以今天的行情 你觉得开高走低 空头今天的表态是 落场 还是没有落场 好 投资朋友这答案决定 你对后面的看法 而在昨天的这个股市上涨的 这个同时 我就已经告诉你 空头有机会 在今天跟明天表态了 我绝对不是马后怕 好 那这个图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我们赶快看下去 今天是开高冲高怎样 往下回落 说了一个流上瘾线的黑K线 成交量是带出来的大鱼军量潮 好 投资朋友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觉得今天行情好还是不好 不好 好 好 总而言之你自己心里有底 好 赶快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 为什么会这样子下跌 好 那我们从这个美国四大指数来看 昨天的这个尾盘 稍微的回落了 在昨天的这个尾盘 S&P500指数也稍微的回落 道琼跟S&P500都是一样 那昨天的纳斯达克 飞成半导体指数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明明上涨的还不错啊 为什么尾盘要压回来 总而言之 你看一下今天的亚洲主要股市的表现 这个上海综合指数是怎样 开低直接往下回落了 那南韩呢 开高中也是跟台北股市一样 往下回落 哇 哇 多大 跌1% 三leich的请你记住这个数字 香港恒生指数 以样是开高往下回落 这个 节路下来的时候 在收盘 收盘之前 节路下来 它是跌到1.4% 日本股市也是一样 开高之后 冲高在往下回落 收盘跌0.6% 上海中的指数是这样 直接开平 盘附近就往下回落了 再用你的眼睛向左边看一下 直接打出来了台北 台北股市是怎样 今天是怎样跌0.07% 好那刚刚我问你的一个问题 台北股市今天是怎样 空头表态 开高走低表态的好还是不好 答案叫做表态的不好 有点掉漆 你直接跟这个 亚洲主要股市的走势力做对比 今天台北股市是怎样 相对的怎样比较强劲对比较强 跌比较少 所以今天我们空头虽然是开高走低的行情 但是表态的这个空头的这个势力 并没有这么的强劲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心拍谁 明天空方还是有机会 明天空方还是有机会 所以多头还是怎样 还是要撑住一下 还是要撑 那如果撑不住的话 那这接下来当然是我们再看着办 那不过 那如果明天空方又打不下去 自己要自己自己 有心理准备了 好不好 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今天的这个空方表态到底 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在我这个盘中这个趋势分析上面 就直接就可以知道了 12点你就可以知道了 不用等到现在看节目 才知道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我在讲的是 我们每天盘中都有趋势分析 这影音我都会录制 那今天这录制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这栋大楼 在做一个消防的这个演练 好那总而言之 在不管怎么晚了 好不好 12点 12点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就是什么 我的会员跟你的差异 就差在这里 那投资交易 好这时间点就差很多了 就差很多了 好不好 好那空方今天表现的是有点落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地方 美国的这个是他指数 这个沙尾盘 应该也不叫沙尾盘 还是尾盘 这个缩小了这个涨幅的主要原因 市场 市场 好认为是 这个明天 好明天这个 鲍尔跟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好这个叶伦要怎样 视讯 好这个会议 好跟着国会再做一个听证会 而今天主要 这个亚洲股市下跌的这个情况呢 好市场也是认为是因为这个原因 投资朋友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好那我会告诉你 直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 货币宽松怎样 钱进来 这在过去的去年 我一直告诉大家 货币宽松 钱会进来 钱会进来 结果后来你看到什么 台币股市是上涨的 结果你后来看到什么 台币是怎样往上走深的 而在我的节目上面 在我轮转战法的基础分析上面 已经提前告诉大家 美元会走强的 这个理论 这个言论 不仅仅在我的节目上面 去年讲过了 在我每个月的线上投资说明片 我也是领先的告诉大家 而且我把我未来对美元指数 跟新台币的汇率的走势 也做一个怎样 结论了 现在你看到新台币好像有点回落 好像不强了 投资这早就知道了好不好 现在你还在讨论新台币 不就有点慢了吗 我们早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虽然我们的主管机关 这个告诉我们 分析师不能这样去分析 台币的走势 但事实上 可以从美元指数的走势 就是未来就可以这样判断出来了 好那这接下来美元指数 到底会怎么走 讨论一样的 道理一样的情况 我还是这样子讲 过去线上投资说明会 现在是我们会员的投资展望 好那这种情形 这种总体经济的这种故事 我都会在这个投资展望上面讲 好那这听证会到底会怎么样 那总而言之市场告诉大家说 这个市场就是停抗厅 所以有一些获利的这个卖压出现了 好那这是这一个 这个我们这个市场这个金 就是总金上面的一个问题 好了这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货币宽松钱进来 那接下来包个跟叶伦的听证会 请你看下面那句话 货币宽松钱会怎样变小 好总算我直接告诉你结论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包尔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叶伦 这两个人你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但是从过去他们的言论来看 但是从过去的叶伦的这一个 当任主席的这一个态度 这个这个所法态度来看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货币宽松 你听证会肯定会听到他们在讲这个 这件事情 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的问题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继续放水继续怎样 开什么 开水放水钱继续流啊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失业率 没有办法降的这么快 现在即便看到了美国经济 好像有点要这样 触底要往上走的这一个迹象 但是投资朋友 有没有完全确定 并没有 并没有 所以我会告诉你 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 在听证会上面的言论 还是会持续怎样 偏向于鸽派 我就直接告诉你 好 那现在如果市场的资金 还是这么的多 那未来货币变小是什么原因 原因就叫做通货膨胀 就这么简单 而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这个今年年初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我的投资涨广 线上投资说明会 早就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 所以对这个问题 你要担心什么 你要想什么 好 投资朋友 再讲一次好不好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肯定就知道 我所说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是我节目的粉丝 你肯定也知道 我所说的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是要担心油价 第二是什么 如果油价会上升 通货膨胀的时候 你的资金 你的钱变小的时候 你应该买进什么资产 买进什么资产 买进什么投资商品 好 投资朋友 我会告诉你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还是在这全世界有一个这个吸引力的 为什么 因为这股市殖利率还是怎样 相对的比较高 即便台北股市已经怎样大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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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高 来到一万六千点 我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从上市费公司赚钱的这个情况 从他们配股配息的这种情况 台北股市的资历率 股票资历率还是怎样相对的其他国家资历率还高 全世界的资金 货币宽松的情况下 货币宽松的情况之下他要怎样 寻找投资的标的因为他怕钱变小 那他又想要大赚 台北股市 我会告诉你 未来还是会成为外资的首选 好那你在我们台北股市看到的是什么 台北股市的股王大力光说什么 他的配息要拉高到多少 91.5块 对不对 他的配息率是怎样 创了新高 对不对 今天你在看新闻 你看到什么 国泰金什么 这个什么 破例配息多配一点 有没有 他说我会告诉你 国泰金现在这个 这 这批人现在才比较有良心一点 过去就赚这么多的钱 过去跟台湾人说这么多的保费了 现金流量这么多 赚那么多钱 配息配一点点 今天多了0.5块 我告诉你就是有良心发现了 好那总而言之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讲了 赶快看下去 这是在我们总体经济上面的 一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问题 那在这个明天的这时间点 24号早上 应该讲说晚上10点 我们明天晚上10点 这市场就会怎样去反应了 好那应该讲说之前就会开始波动 而这波动的方向到底要怎么解读 不管怎么样 我只会告诉大家 货币宽松的方向 这应该是确定的 这不会有太多改变 另外一个 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会谈 在过去以来 我说过了哪一次会有默契 并没有默契 所以这导致呢 中国大陆跟美国现在的关系 有没有很好 并没有很好 过去中国大陆会怕川普 是因为川普敢这样动武 川普敢动武 但是拜登政府感觉上就比较怪怪的 虽然武力还是很强大 但是他在南海的问题 军事上面的问题就比较怎样 受到局限 就比较没有这么的这个表态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在会堂上面 他讲的怎样 一阵延迟啊 好 中国不是吃素的对不对 中国大陆不是吃素的 好那这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好从未来 我会告诉大家 未来未来的世界 以高科技的角度来看 一个世界两个系统 这个趋势 它会持续下去 好我会告诉你 斩钉截铁的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这两个国家中美会谈 闹得要闹到怎样 好像要开战以外 一样的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有没有 但是这两个国家同时 同时在讲这件事情 全球暖化的议题上面 会怎样 会合作哦 同志啊 想要赚钱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好不好 你自己思考一下 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总而言之 这未来的世界 中美关系交恶之下 高科技怎样 一个系统 这个打错了 一个世界两个系统 打错了打错了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两个系统 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好那这全球暖化 这个议题 你自己要怎么赚 自己思考一下 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 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出现在哪里 最严重的地方 当然是5G 5G这个通讯协定到目前为止 从这个release13 14 15 16 17 这个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我们现在讲改成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到 怎样 没有办法开会 然后没办法决定 没办法做出一个这个这个通讯协定的这个决策出来 好那这个协定没有做出来 release14 15 16 17 一直拖拖拖拖拖到现在 好那中国大陆态度强硬强硬下去 中国大陆认为我的5G要推展 但是西方国家 所谓的美国跟欧洲 加日本 甚至台湾都认为你不能这样子 那开始跟中国大陆抵抗对抗 那未来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 对于这个5G的对抗 我认为美国政府是做错了 这在过去我的节目已经讲过了 因为它只会压抑 未来人类的生活水准的演进 另外一个是什么 电动车 电动车的这个市场 开始出现一个重大的改变 请你一定要记住 中美关系交二之下 为什么会有重大的改变 为什么中国大陆嘴 你知道 讲话讲得这么硬 敢这么讲 原因只有一个 只有两个字叫做市场 市场就这么简单 当Tesla在美国没有赚钱的情况之下 当美国政府把Tesla的 这个优惠取消之后 Tesla移到中国大陆上海之后 中国大陆上海官方极力的欢迎 极力的怎样 给他优惠 Tesla股价就开始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涨涨涨涨涨涨到翻掉了 在这个时间点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同志们有另外一间公司叫什么 大众福斯 这是在中国大陆品牌的这个电动车 这是大众的福斯 大众福斯的这个电动车 在中国大陆销售的量到底有多大 同志们我会告诉大家 超过中国大陆当地本土生产的三分之一 这么的多 好了现在这个5G到电动车 那5G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我认为有一些商榷的问题 这都不管我们先把它拿掉 现在电动车 电动车在中国大陆官方 怎样直接制定了一个标准 那叫做中国标准 未来车子的市场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制定了自己的标准 那结果接下来会怎么样 同志们来请你看一下 逼迫全世界跟着中国大陆走 这事情会发生 另外一个是什么 西方国家开始发现怪怪的 过去在德国美克领政的时间点 他认为用贸易的这个情况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他可以改变中国大陆人 官方的想法跟做法 但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点 连梅克尔都认为 我们刚刚讲是梅克尔 连泽国总理梅克尔都认为 这一条路不行了 那为什么会不行 最主要的原因到目前为止 电动车这市场会侵蚀到未来 B&W德国的这个市场 投资票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请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请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如果中国大陆他制定了自己的规格 那现在这个车用的市场 电子零组件需求这么的强大 这么的多 未来电动车怎样 电子的商机 每年我们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告诉大家 每年怎样 以29%年复合成长率增长的这个情况下 这商机有多大就有多大 你想象 有没有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偏偏中国大陆人说 不好意思请你跟着我的规则走 那台湾的厂商怎么办 怎么办 明明台湾就是得天独厚 但是偏偏因为政治的关系 卡不进去怎么办 好那你再换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一间大公司叫做鸿海 你觉得他卡的进去还是卡不进去 好 同学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讲得很清楚了 好吧 你自己思考这个问题 鸿海最强大的优势就是什么 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工厂 订单就直接接了 就直接生产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这张图是年复合成长率 29%的这个年复合成长率的商机 我就不多讲了 这张图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我过去告诉大家的 这也是我告诉大家 汽车电子零件的商机 从宾室开始改变了 宾室在CES展今年展出了 在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了 这种电子化的测用面板 请问你如果是驾驶者 你是拥有这辆宾室的 这一个车主 你会不会觉得很荣耀 很光荣 肯定会 为什么因为你的车涨的 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你就比较高档一点 高档一点 高档一点 好了总而言之 车用电子的商机 在过去我已经告诉大家 讲得很清楚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而这个Fibris的这个问题 我也告诉大家 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什么 超为AMD 举了一个例子叫什么 NVIDIA 举了一个例子叫什么 高通 这三间大厂有没有 晶圆厂 并没有晶圆厂 但是他们怎样 很强大 所以未来如果卖车的车厂 品牌厂商 他没有这一个 生产线的车厂 这工厂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投资面有可能 总而言之 答案叫做有可能 好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谁会跳出来 从这张图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苹果会开第一炮 那这第一炮 当然是怎样 会丢给鸿海 那为什么因为鸿海的第一个 这一个MH的 这一个客户是叫什么 FISC 而未来苹果会沿着FISC路线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那总而言之 就不多讲了 这张图你也看过很清楚 刚刚我们所说的 总体经济上面的问题 是怎样 叶伦跟鲍尔的问题 这市场上正在怎样 听看听 这市场上稍微出现了震荡 但是投资票 如果货币宽松会这样持续下去 在台北股市的投资的标的还是怎样 具有吸引力的同时 在这时间点 你要买进了什么类股 我在这节目讲得很清楚了 过去一段时间到现在 你只要每天锁定我的节目 你就知道 现在叫什么 鸿海集团对不对 而鸿海集团的股票有这么多 这么多 那在我的节目上面 你只看到了15档 这15档股票 你到底要怎么买 投资朋友 怎么买 龙头鸿海要不要买 当然要 除了鸿海之外呢 投资朋友来看一下 这是美国底特律 这是美国底特律 投资朋友这张图 美国底特律 自己看一下 有球场 有球场 有车 有底特律 这个市井 这个底特律是美国最重要的汽车 怎样 生产的一个重镇 那他如果不是生产这个车子的话呢 他也是这个美国最大的什么 这个应该讲说工业用的一个重镇 这工业用的重镇 他竟然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这个1月底的时候告诉大家 希望在2035年怎样 之前要停止生产 汽车跟汽油跟柴油的这个车子 也就是燃料用的这个车子 加油用的这个车子 底特律是美国最重要生产车子的一个重镇 是美国最好的最强的一个工业重镇 竟然他说我不想要生产加油的车子了 那为什么还不想生产加油车子 因为他怎样改做电动车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他如果真的做电动车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遇到问题 我会告诉你 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改做电动车 因为拜登当选 胜选了 因为拜登的能源政策要改变了 美国要怎样彻底改变了 在过去我的节目直接告诉大家 美国的什么交通部部长直接告诉大家 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电动车在路上跑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这趋势不变的话 那电动车跟轻能源车是不是都会怎样 越来越发达 所以底特律这一个市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已经发现未来趋势在改变 另外一个问题 我刚刚讲的他会喷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车子做完之后 他要往外销售 除了本土销售之外 他要往外国销售 往外国销售 最大的市场来自于中国大陆 结果他如果进不去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头这边我会告诉大家 这市场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这整个车用的这个世界 都在改变了 那未来鸿海会不会占一席之地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那这为什么 这个底特律 这个地方一定会有问题呢 你自己看一下 这边打得很清楚了 中国大陆已经是全球 全球汽车市场 销售量怎样 超过三分之一的一个地方 它的销售量已经大于了 美国跟日本加起来的总和 所以它市场非常非常的大 好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讲这么多 就满满中一堆 答案叫做鸿海对不对 鸿海跟茂连这两只股票 一个高价位 一个好像也要高价位了 感觉两只股票都叫做高价位 好这边我会告诉大家 过去Tesla的这个概念股 茂连KY叫做龙头 那过去我调整会员朋友 曾经赚过他的钱 一档绝对不会公开的好股票 对不对 哪一档股票就叫做茂连 我们从200多块涨到的话 300多了 对不对 好那都不讲了 转为言之我们钱已经赚过了 你如果没有赚到 那是你家的事 这样讲有点过分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赚到钱 希望你下次能够把握机会 在跟随着我们的脚步 好了这只股票叫鸿海 从Tesla的概念股 现在转为电动车的概念股 电动车全吃 不是只有Tesla而已 我讲得很清楚 龙头已经一组了 现在你看台北股市的电动车的龙头 你不能再讲是茂连 不能再讲过去的电动车概念股那些 你要讲的是谁 你要往鸿海这边靠拢 我为什么要往鸿海这边靠拢 同志们待会我会告诉你 而且我昨天已经告诉你 今天再重复一次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这只股票 在这八十几块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一档股票是怎样 要买进要买进 当时很多人去怎样 封联电买联电 同志们同一个时间 过去我已经告诉你了 之前已经告诉你了 同一个时间到现在 鸿海的股价已经涨超过40% 今天再创新高 你自己回去按一下计算机 肯定超过50%了 但是联电的股价呢 如果你听我的话 把联电的资金转到 鸿海不是赚翻了吗 联电已经大赚了 然后鸿海又继续大赚 哇讨论没有你就 Michael Michael啦对不对 那今年就肯定人家笑呵呵的 今年才三月份而已 好那不管怎么样 全市场第一个 叫你买进的人是我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 过年前告诉你 这115块附近才是买点 股价会回落的人也是我 你不相信 后来你发现了 好那回落之后 你有没有买进 有没有买进 你有没有先卖再买赚一下价差 或者你就直接加码买进 投资料都可以随便 总而言之 你如果有买进的话 涨到这个地方 今天创新高 你肯定就这样 也是笑嘻嘻的 肯定对你未来投资交易都会有一点 或这个这个帮助 好那今天股价在创这个 还原全息的这新高 那股价稍微的让出现 获利的卖压 接下来行情到底怎么看 头前面我说过了 在这支股票你要赚钱 一定要跟着我赚 好那昨天我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那全球最强大的零组件工厂都在这MIH联盟上面 那总共已经有1065家的厂商加入了 那有哪些大厂有哪些厉害的这个厂商 左边打这个文字怪怪的对不对 越看越怪 那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就改成这个MARK 好的日本电厂是怎样 最厉害的最大的马达厂 你觉得MIH联盟怎么样 电动车上面最重要的不就是引擎 对不对 好引擎讲起来就怪怪的对不对 因为电动车没有引擎 马达马达马达就相当于引擎好不好 好另外一个是什么电池嘛对不对 那电池呢我就不多说了 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加入MIH大联盟 那加入之后会有什么好处 同时没有请你一定要记住哦 刚刚我说说了 中国大陆他在这电动车上面 已经制定了自己的中国的规格 你想要进去中国大陆做电动车 你就要按照他的规格 连电池他都给你受限 宁德时代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最好的电池厂 你觉得鸿海在中国大陆有没有机会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感觉前途就好像有光明了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是怎样 车用市场上 市场啊 我们刚刚看过了再看一下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了 全球的销售量占的超过三分之一 比美国加日本还大 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前途光明 有啦 好那这其他的厂商我就不多讲了 那ASUS是主机板 那这个红准呢 轻量化 那ARM呢 不知道对不对 没关系 那这个标志呢 不知道对不对 我只会告诉你 这云端软体服务 那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两间公司也是很厉害 好了这间公司呢 这间公司呢 不知道都 不知道就自己查 好不好 我就不讲了 好 来 这张图很简单的 叫做三月份的行事例 那我说过了 要赚红海的钱 就要跟着我赚 因为三月25号是我的生日 那刚好是MH第一次的这样 第一次会议 那我说过了 肯定会怎样 雷声大 雨点也大 那接下来 MH联盟的这个CEO 他说了什么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红海接下来股价会表态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 同志们 每个人都想要买进红海 我也想要买进红海啊 但是问题是你要报到什么时候 你会赚最多 问题是在这股价上涨波动的过程当中 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赚一下价差 你到底要什么时候 怎样 逢低 用力买进 同志们啊 有人都把这目标价拉高了 我昨天讲了 尽量拆嘛 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 两百随便拆啦 找中 反正这言论自由嘛 对不对 但是同志们我会告诉你 这个例子 中美金亮金金 在我去年的节目上面 如果你是我节目的粉丝 你可以看到我每天都告诉你 中美金亮金金 中美金是一档被怎样 价值低估的股票 当时如果你听我的话 你肯定是大赚特赚 还原前行 你可以讲 买在九十 一百块以下 涨到多少 你先回去按一下计算机 你可以赚多少钱 偏偏 我告诉你 一样看节目 一样有买中美金 但是偏偏很多人在一百二十块附近 这条线是一百二十块哦 卖光光哦 同志们你自己看少赚多少钱 我不可否认的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也没有赚到宝 也没有赚到满 但是同志们 我们在赚中美金之前是怎样 先赚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大赚 红海大家都想要买 红海大家都知道要买 请问你 你觉得你会赚很多啊 是赚很少啊 请问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加码 请问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卖吗 好 早知道 举一个例子 中美金亮金金 去年看我的节目 你肯定就知道 大赚特赚 赚到爆掉 好 我也没有要跟你讲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你说 你要赶快来加入我会员 有没有 没有啊 但是我告诉你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赚到那么多 还是有很多人这样赚一点点就 哇怎么办怎么办 还没120块就卖光了也有 所以红海 全市场我第一个叫你买的 全市场是我第一个说红海要买进的人 红海要赚到什么时候 要什么时候买进 什么时候卖出 想要赚钱就请你跟着我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再听我更多的节目上面的故事 我就直接告诉你 从红这个联 联发科 好像也讲错 联发科开始 2019年 我第一天上节目的那一天 1月4号 213.5元 就直接公开告诉大家了 联发科是一档可以让你赚钱的好股票 213.5 213.5 213.5 自己好好的思考 谁比较厉害 好 那总而言之今天在创新高的这红海 不知道怎么赚 就请你来跟着我赚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想要赚更多也是一样 请你跟着我赚 那要怎么跟着我赚 你知道 头上有一个QR Code 你跟扫描 加入 来问一下 到底要怎么加入我的会员 另外一个是我胸前下面 我的名字下面有 2638299 直接拨电话 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 都可以 好不好 都可以 好 那红海 故事我就不讲了 讲回来电动车 电动车上面 请问你零组件谁最多 头上有这张图在我的线上 投资说明会 讲得很清楚了 这张图你用眼睛看下去 它叫做主机板 主机板上面 会有什么 界面卡 这界面卡上面还有什么 晶片 晶片上面还有什么 没有啦 主机板上面有界面卡 跟晶片还有什么 被动元件 头上有被动元件 好那这汽车电子 为什么要讲到被动元件 因为它是怎样 电子的仪表板 好 当华硕加入MIH大联盟的时候 它注定就是怎样 主机板 主机板上面就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不然车子 电子怎么动 对不对 自己思考一下 好被动元件 还有一个叫做MOSFI 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我告诉大家 这两个族群 那未来电动车的趋势 并没有改变这两个族群 你还是要多加留意 好那这支股票叫做5299的这个捷利 那它的这个成交量 这量缩的很快 在这个地方 这个你自己看一下 对照过来这边创新高之后 怎样 股价有没有回档 有回档喔 那成交量呢 是不是也是量缩的 好量缩缩到这个地方 股价有没有感觉上要继续下跌了 不知道 你自己看 自己看 它到底会不会有机会 网上走高 自己观察喔 好不好 我就不多讲了 想要赚钱 不知道要怎么赚 我再讲一次 加入我财经护城河的节目 我是何文高分析师 我直接推荐给你 我自己推荐给你 好 看一下这张图 鸿海跟intel 凌华 联手 育成人才 西 中原大学 成立AI机器人 5G装网 懂什么 不知道要买下一档 请你跟着我 我再讲一次 鸿海你会买吗 对不对 你不知道要怎么卖 也不知道要怎么加码 那是你的事 好 总而言之 鸿海你想要赚更多 要跟着我赚 另外一个 当 我们要赚第二个鸿海集团的股票的时候 你想不想跟上来 好 这两天我已经带我的会员布局了 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肯定会让你喜欢 这一档股票 这边总共有15档 我告诉你 你肯定猜不到我买到哪一支 你肯定猜不到 但是如果你要设飞标 我讲过了 好不好自己设 好自己设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已经开始带我的会员 开始这样 买进基本的持股 开始布局了 这一档 接下来 公司金银层非常非常看好 今年 不用我多讲 同学 再讲下去 就被你猜到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攸关我们会员朋友的权益 所以呢 我不能再讲下去 我只能点到为止 好 想要赚钱 好 就赶快跟上来 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盘的 那这个走势是怎样开高之后 是带了一个大量 402亿的这个成价量 开高 有量才会有价的情况之下 结果 遇到空方袭击 亚洲主要股市往下回落 台北股市就往下回落 那这个地方回落 到底是好事啊 是不好事 好 同学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 空方用力压 但是 但是 并没有这么的水 并没有这么的力量 这么这么的厉害 今天有点落差 可是对夺头而言 我会告诉大家 明天 空方还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这市场的变化 好 那这开盘量的问题 我就不多讲了 今天的成交量是大于的均量潮 那在这个地方是3463亿元 这地方到底要怎么解读 好 怎么样 直接先讲一个结论 今天带了这个成交量是大于均量潮 说了一个流伤影线的黑K线 这一根黑K线它是怎样 具有空头意义的黑K线 请你记得 好不好 请你记得 这是一个具有空头意义的黑K线 而这地方 空方动人开始转强 它也是一个具有空头意义的黑K线 这一根红K线 穿出去之后 有没有 穿出去之后 我说过了 要站稳 要站稳 你就要中长虹两根上去 好了 结果今天是这样 冲出去之后又流上引线了 而且成交量放出来了 所以这边受到什么 明显空方的压力 这受到明显空方的压力 但是请你记得 今天这个高点是多少 16351 16351 未来不能这样 被随便的这样突破 如果再被中长虹灌出去 穿出去 或者直接跳空跳上去 做空的投资票 你自己要留意了 那我就不多讲了 这个希望你明白我的了解 好 那这个地方 这个成交量 那我就 也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它就是一个具有空方意义的 这个黑K线 那明天呢 明天 不要开太低 明天开太低 对多头 会是一个打击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就比较重要了 那你在今天晚上睡觉之前 最好看一下 在美国股市的这个表现 会是怎么样 那如果明天有开低 不是开很低 我告诉你 多头在10点半之前 还有机会表态 10点半之前 相反的 如果明天是直接开高 投资没有 那在盘中 在盘中 如果空方不表态 在今天已经落差了 明天 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知道了 我不多讲了 因为我已经讲得很详细 听不懂 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你就知道我的了解 好 那多方动能 空方动能 数值我写在这地方 日K线 空方周K线跟月K线 在今天是怎样 开高走低的情况之下 今天是小跌的情况之下 在数值上面 竟然是怎样 多方动能 开始转强 投资没有 请你留意这个地方 好 另外一个是 大阪的周K线 它的空方动能的强度是怎样 原本是增加2.3% 昨天是增加2.5% 忘记了 反正就是昨天也是增加 到今天 变成怎样 减少3.4% 换句话说 今天开高走低 空方有表态 但是 再讲的是 落草的很明显 落草的很明显 好 那这大盘的这个月K线 多方动能是怎样 比上个月 这个减少了 61.5% 它是怎样持续推升 但是力量还是有减少了 好那总而言之 明天 明天的开盘 很重要 开高空方 几乎就是不太有机会了 好那这盘中 再看一下 再确定一下 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开低 好 多头在10点半之前 还有表态的机会 好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开很低 开很低 那就是直接偏空了 好这气氛会比较怪 好会比较怪 好那做多的朋友 好 反而要这个 留意一下 好留意一下 好总而言之 关键在今天晚上的 美国股市的 这个行情 好那我讲得很清楚 好希望大家这个 睡觉前 好再留意一下 最后 好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们的轮转账法技术分析班 在这个月底就要开课了 请你加入了会员 就可以怎样 享受免费的这个服务 那在16000点之下 的买点你已经错过了 那接下来 红海的股价也已经涨了 对不对 涨到未来要怎样 你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 错过就错过了 下一档请你跟上来 下一档我已经带我的会员朋友 这两天这样 逢低布局还是怎样 偷偷布局 总而言之就是有买进了 好到底会买谁 想要赚 请你跟着我赚 我的会员 有战神会员 战力会员 跟财经会员 这三种会员 请你怎样 自己怎样 挑一个 你就可以享受 没有的服务 就这么简单 投资真的会很简单 在盘中 我会给你一个盘中的趋势分析的影音 在盘后 我会给你一个推荐 这个你想要做小型股票的这个 索马影音的这个标的 都有 都怎么样 波段 短线全部都有 你自己看 好吧 那月底 我会有这线上的这个投资展望 跟这一个轮转战法技术分析 免费教学 总而言之 参加我财经护城河 和文高分析师的这一个会员 你肯定是怎样 优惠良多了好不好 肯定是有很多优惠 肯定是怎样享受很多服务了 好不好 跟其他同业 跟其他的老师来相比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 那我节目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